太冷了,北极熊会怕冷,简直是天下奇闻 原来它叫乔依,是一只白灵熊 也就是得了白化病的北美黑熊 在森林里冬眠,睡得好好的 却被动物保护组织误以为是一只北极熊 北极熊怎么能睡在森林里呢 是不是走丢了,应该回到北极啊 于是,动物保护人员给它打上麻醉剂 好心的叫来直升飞机 空运3000公里,回到北极冰面上 乔依越睡越冷,睁眼一看 不对啊,我家的绿色大森林呢 难道也得了白化病,北极温度低到零下40度 难怪冻得浑身打哆嗦 可怜的乔依,作为白化黑熊 体格只有北极熊的一半 所以经常被其他北极熊驱赶和欺负 自己又不会捕鱼 饥寒交迫的乔依内心经常思考 是谁这么好心,趁我冬眠下的黑熟 这是要强迫我进化啊 好在动物学家还没走 观察几天后,意识到这次百屋龙了 又把他送回森林 没想到第二年,作为现实版的倒霉熊 乔依又被另一批动物保护人员拯救 并送回北极 被寒风吹醒的乔依都无语了 心里一万只羊駝跑过 幸好专家又把他解救回森林 这一次,动物保护人员 直接把他毛发染成黑色 避免以后再认错 只是新长出来的毛发还是白色 很快,乔依就变成杂色熊了 希望下次不要被专家错认成新品种的熊 而为科学献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